两千公里外,让敌方的战略轰炸机一发入魂 中国的超级防空导弹要来了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前少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多次谈到中国利用弹道导弹和高超级导弹 携带空空导弹在上千公里外打击敌方大型飞机平台的设想 有些人很奇怪,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射程这么远的防空导弹呢? 其技术真的能够实现吗? 其实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是常规战争的威胁 就是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在防区外发射巡航导弹 美军几十次模尼推演都证明 相比于攻击型核潜艇,只有战略轰炸机具备快速投放大量隐身巡航导弹的能力 而且未来这些巡航导弹将瞄准解放军登陆台湾岛的两栖攻击舰或后勤补给舰 我们之所以说,要将空空导弹装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里面 也是基于中国现在拥有相对强大的天机卫星侦察网络 而这两种武器可以更快速的将空空导弹送达美军的战略轰炸机 可能投放巡航导弹的空域 而这两天还真有一个好消息传来了 中国的科学家还真的计划开发射程能够达到20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 唯一不同的是,该导弹不是空空导弹的运载平台 而是它本身就是一枚超大型的防空导弹 如果这样的武器能够成为现实 那可真的要让美国的B-52、B-2和B-21战略轰炸机变成废物了 据南华早报报道 西空大的一个团队在一篇论文中表示 他们已经设计出了一种地对空导弹 而该武器能够击落数千公里外的轰炸机、预警机等大型飞机平台 阻止其干预地区冲突的能力 这被认为是中国构建低成本的反介入区域巨址作战能力的一个新的部分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防空武器呢 按照该团队的预测 它应该是一种八米长 质量达到2.5吨的地面防空导弹 或者说就是一枚高超元素飞行器 西雍娜的科研团队此前正在研制一款名为飞天一号的高超元素飞行器 该飞行器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以煤油为燃料的高超元素飞行器 该飞行器采用一身融合体设计 并且配备了火箭机变循环发动机 也就是由火箭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组合而成 具备多种工作模式 这些模式包括火箭加亚燃冲压 亚燃冲压 超燃冲压 超燃冲压加火箭的多模式平稳过渡的宽裕综合能力 它可以直接从地面起飞 并在临近空间进行长时间的飞行 这样的防空导弹其个头并不小 那么生产成本会不会很贵呢 其实并不贵 据报道 这种防空导弹加上助推装置 其长度不过是10米 重量不超过4吨 使其适合车载移动发射 早在2022年 飞天一号在中国西北部的隔壁沙漠的一个军事基地成功试飞 原计划是将其发展成一款低成本的天地往返运输平台 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开发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那么这款高超音速飞行系平台变身为防空导弹的前景 就越发清晰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一旦中国装备了高超音速防空导弹 将对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很直接的说 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就对中国失去了威慑能力了 随着中国天机侦察网络成熟 美军的战略轰炸机被天机卫星和远程警戒雷达在更远的距离上发现将成为现实 过去中国需要出动歼20这样的重型战斗机前出拦截 由于西太平洋方向具有宽大正面的特点 难免会出现防御空挡的情况 但是一旦中国有了高超音速远程防空导弹 那么这种具有10码和飞行速度的导弹 在到达美军战略轰炸机飞行空域时只需要十来分钟的时间 这加上战略轰炸机的机动性能非常差 就很容易遭到拦截 我国早就突破了高超音速导弹的制导和中级通讯问题 通过不断的调整其飞行路线 完全可以在美军轰炸机的上方俯冲而下 让其一发入魂 这种快速打击能力真的是既快捷又高效 关键是他们还很便宜 不管美国人爱听不爱听 中国以地制空的能力将会在未来几年 破解美军战略轰炸机的威胁 而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